彆路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RICO生活頻道 我是RICO 今天要做的就是李延的炸鳳梅蝦 有醬汁的版本 根據動畫指出李延的醬汁主要由洋蔥蘋果等材料熬製而成 所以我們把蘋果洋蔥蒜頭切成末 一到熱雨中醬汁真的滿重要的 如果茶葉蛋沒有加入調味包就只是一顆單純的水煮蛋 所以沒有完成的料理根本沒必要試吃 接著在鍋中加入奶油 據說醬汁擁有濃厚的味道 那絕對少不了濃厚香氣的奶油當基底 加入洋蔥蘋果蒜頭小火炒至軟爛 炒軟後就可以加入醬油 因為醬汁有點咖啡色估計是加了醬油 再加點雞高湯增加風味 就可以把醬汁用食物調理機打碎 這樣傳說中那個沒做出來的醬汁就完成囉 接著把龍蝦殼去除 還要斷筋一下等一下炸的時候才不會捲起來 按照同樣的步驟可以獲得三隻去殼龍蝦 接著沾上面粉蛋液碎和果 下鍋炸個3-4分鐘 然後切些檸檬小黃瓜還有火腿 火腿要捲成玫瑰狀 擺盤後淋上醬汁 這一個樣子就完成李延的炸鳳尾蝦囉 李延醬汁完成了 嘗嘗完美的炸鳳尾蝦 風味霜 你否搭擺小董家 就看這次是製的世界啊 你說沒有獎值 根本就沒必要試吃 我還以為你偷懸提真心 試吃時間 我要開動 嗯 裹上一層合過的炸龍蝦 果然沒有麵包粉那種酥脆的口感 不過醬汁還行 把整個口感都提升了 小時候我嘗試過把堅果類拿去炸 結果沒有酥脆的口感只有軟軟的感覺 所以我並不覺得堅果類適合拿去油炸 我想小當家早就料到這種口感了 而且沒有醬汁的這種做法真的沒有試吃的必要 我覺得炸龍蝦還是要裹著炸魚薯條的粉最適合 那最後我就給這個炸龍蝦一個字 醬 因為關鍵就在這個醬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開鈴鐺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! 就拍下一次!